同樣為感情示煩惱的還有律師尹 眼見身邊朋友一對對 連她都有結婚衝動 自己會不會都想不動 快點找個 每次見到這些新聞 或者見到朋友結婚 都有這個衝動 但是真的很幸福 很sweet 過了一年又可以生小朋友 但對我來說 那一刻可能會 什麼時候到我自己呢 其實過了之後 就會覺得 都是這樣 其實我覺得很多事情都要隨緣 有些人結婚了四天或四個月就閃婚 這麼厲害 我要請教她 剛剛排練中也是閃婚 真的嗎?結婚了多久? 四個月 這麼快? 為什麼不是我呢? 說一遍 但是 我也不排除有這個可能